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向陌生人告解来宽恕自己的软弱 没想到却换来更多更奇妙的故事 把我从自身的感触带颖开去 比较起来我的生命经历仍未免稚嫩 在这些保利脏脏的灵魂面前 根本是个小孩子 我实在有点惊怕 好像身边那个老妇人并不是别人 而就是我自己 未来的我 她只是穿越时光机来对我说话 让我明白一些迟早必得明白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